都市傳說 港鐵顯靈 西營盤站穿梭陰陽解 港鐵西營盤站在2015年3月29日通車 6個出入口入面 5個已經同時啟用 只有麒麟里的B3出入口未完成 2016年3月27日之後6點 西營盤站啟用1年之後 麒麟里出入口在沒有預先通知情況下啟用 但是很多設施還未完工 連接地面和大堂的升降機 在6月25日才啟用 麒麟里車站大堂有8層樓高 是港鐵港島線車站最深的出入口 乘客如果用扶手電梯去大堂 估計都用9分鐘 比在路面步行7分鐘更慢 是西港島線最長的行人通道出入口 港鐵突然開放麒麟里出入口 惹令不少猜賞 麒麟 廣東話叫麒麟 是摘戒意思 即是位於兩個分界之間 有傳麒麟里是位於陰陽兩界之間 麒麟里對上橫階 這次是皇后大道西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之後是高階 高階原本叫第四階 但是四和死同陰 在街坊反對之下 政府順應民意 改為高階 也就是四力橫階最高的一條 據說高階位於香港農民最陰的地方 是香港陰是最重的地方 二十世紀之前 西方普遍認為犯罪是精神病 將一些無法解釋犯罪原則的犯人 一些政治犯囚囚在精神病院入面 香港在1875年前 外籍精神病人被禁錮在域多利監獄 華籍病人就囚囚在東華醫院的癲人房 港英政府在1884年 認為精神病人尋救在監獄中難於管理 在西營盤東邊街的盡頭 興建收容外籍人士的精神病院 即是現在的大輪治康復中心位置 1892年 港英政府在西營盤高階二號 興建香港第一間華人精神病院 取代東華醫院的癲人房 被捕入精神病院的犯人 大了九死一生 能夠有病出來的少之又少 這座精神病院 名副其實是人家煉獄和地獄入口 高階精神病院 樓高三層 用紅磚和花崗石砌成 包括主流和宿舍 1906年 香港立法局通過對待封顛者法例 將道邊街和高階兩間精神病院 合併為惟多利精神病院 1930年代末期 惟多利精神病院不夠用 政府徵用附介各家醫院外籍護士宿舍 即是今天的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用作女子精神病院 1941年啟用 在精神病院裏面的女病人 不少都因而嫌拒討號劣身的威逼 被無告為精神病 送入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有人把女病人當作妓女 為特殊人物提供特殊服務 不少女病人 說被迷人之後遭到性侵犯 走到精神病院的天台跳樓自殺 類似事件一再發生 精神病院積聚怨氣 有傳晚上經常有跳樓過程重現 幾十個女子在精神病院的天台排隊跳樓 發出淒慮呼叫聲 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 徵用高階精神病院作為製糕點 大批日軍進駐 高階精神病院成為獻兵總部 兩層地牢改為逼宮和行刑室 3008月的日治時期 寫在地牢內的冤魂多不勝數 日軍在西營培一戴拉夫 強迫他們在位於國家醫院前面 香港左戰五世公園 掘地用作埋屍的亂葬缸 抹掘亂葬缸的時候 日軍發現公園泥土之下 有一個大溶洞 可以容納更多的屍體 將附近地方的屍體 運來這裡埋葬 到日軍投降的時候 估計在內亂葬埋葬的屍體 超過一萬距 香港重崗之後 亦多一領精神病院恢復運作 這座建築物由刑場 改為精神病院 成為犯人等死的地方 藝名南海十三郎的江玉樓 1953年10月26日 在大道中高星茶樓附近十字路口 和過路的人大聲演講 講時事論證局 警方將大道灣仔警察官 判斷為精神病發作 送入高階精神病院 1960年代 南海十三郎打電話報警 說毛澤東偷了左腳的鞋 蔣介石又偷了右邊那隻 結果被送入高階精神病院 1961年 新界屯門區的青山醫院啟用之後 取代了壁多利精神病院 南海十三郎由高階精神病院 轉到青山醫院 第二年3月出院 1976年又回到青山醫院 高階精神病院 初期地下改為麻風病的診所 一樓改為霍亂病院 1971年開始空置 由於屢次出現靈異事件 被稱為高階鬼屋 2001年改變為西營盤社區綜合中心 高階精神病院雖然已經清拆 興建了新的建築物 但昔日積存的怨氣 相信有一段時間才可以消除 直到現在高階居民在深夜 仍然間中會見到天台排隊 跳樓的情景 聽到淒厲的慘叫聲 現在是西營盤社區綜合中心 入夜之後 中心裏某些位置的燈光 會以三長兩短 即是燈光的求救訊號 一明一面 持續幾十次 有的士司機曾經接送女乘客 回到高階西營盤社區綜合中心 當車抵達一陣 司機發現乘客座位是沒有人的 港鐵西營盤站身為地底50米 為於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的建造工程 2009年8月展開 在樹井用水爆破緩衝 挖掘上環到西營盤隧道 是香港首次用水作為爆破緩衝的 雖然用多種技術挖掘 但港鐵西營盤站都未能如期落成 港鐵工程總監黃維銘解釋 西營盤站附近土質鬆軟和地下水位高 既然你出入口的行人隧道 要用凍土技術鞏固泥土才可以施工 凍土劃挖掘蛹 是將供地的地下水營體成兵 令泥土變硬之後施工 參與興建西營盤柴工人透露 香港左get五世紀念公園對下 有一個30多米深的石灰岩溶洞 日軍佔領香港的時候 不少屍體都埋在 negoti 戰後 當過清理這個亂葬崗的鎮 只是挖出溶洞上面的屍體 沒有解明去udi下溶洞內 還有大量屍體 屍體在石灰岩道裏保存得較好 幾十年後趕去西廣島線動工 用渣藥挖骨隧道 將石灰岩道破壞 幾具屍體就跌到廣島線的隧道裏 工人將情況通報上級 高層和專家研究之後 認為如果用一般爆破方式 一定會將溶統炸藍 到時會有更多的屍體跌入隧道裏 更難處理 為了減少爆破震動 工程師就闖入水中爆破 這方法雖然有效繳低浸蕩 缺點就是令隧道裏的積水增加 混入泥塵形成泥石流 泥石流衝擊溶洞 有屍體在溶洞裏面 跌到隧道裏面 工程人員參考武漢過江地鐵2號線 決定用凍土或佛法 將溶洞附近100米長的隧道 在牆身鑽洞 插冷營館 注入高龍湖的鹽水 配合入鏟製爛裝置 將藏身外圍的軟土 冷革到零下20度 形成大一米厚的冰環 再滑走環入面的軟土 這個方法令松的土壤都變成凍土 泥石流結兵之後 體育增加一成 溶洞裏面的屍體亦成為冰屍 凍土或佛法完成歷史任務 工程人員在隧道裏面收縮隧道盾 鞏固隧道 冷到少許撤走之後 隧道盾內外都回復到室溫 隧道盾外面凍土解凍之後 空出第一成的空間 溶洞裏面的屍體 在隧道盾外面水中飄浮 列車在屍體之間穿梭往來 2014年10月 香港這一年第一宗燈甲月 患者是趕西盈盤站地盤建築工人 相信蚊患是來自麒麟里地盤內的積水 2015年4月20日 西盤盤站越台範圍 多處出現大規模漏水 大堂第一街出口 升降機背後的通道 留下兩攤半呎成兩呎水積 這些水相信是由隧道盾外流入車站的 西盤盤站內有六幅街景浮雕畫 旅旅外外東南西北 是由英國藝術家創作的 靈感來自西盤溪流讓瓦的街景風貌 分別刻畫四時變遷入的街景 夏日颱風後 中秋佳節時 冬日厚衣果實行人匆匆 初春慶新來的吉子樹喜喜揚日 乘客開在藝術品中 感受到西盈盤的歷史文化 有街坊認為西盤盤站內的浮雕人物 面容客人 網上有人用這個題材創作靈異小說 說浮雕和當年苦白秘術中的 18層地獄浮雕是很相似的 站在藝術中的 感谢观看